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只要我们蔡理事长每一次办的茶会 我们以茶来喝酒 各位都是行家 如果在这种氛围里面又能够喝到好茶 我相信也是人生幸福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这个时代都有一个背景 所以眷村事实上代表台湾过去某一个时段历史 那我们如果能够把历史建筑物跟文化跟活动整个来结合 我想对于我们未来的文化发展 对我们的生活其实会有更好的影响 在清水间文化区这样一个在曼活的一个婚围里面 来办这种茶会茶席 把这些空间文化的一个空间围围来布置起来 那种感觉是相当棒的 让一般民众来到这边就有那种非常舒适 非常慢活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感觉